你见过这样的小飞盘吗 红盘可以把物体缩小 蓝盘则可以把物体放大 这是什么科技与狠活 原来这两种飞盘都出自于 长了一脸胡子的皮姆博士之手 原来皮姆博士是研究量子领域的专家 他正在帮助 这个男人提高于蚁人战甲的磨合度 他即将出发要去破坏一场 邪恶的计划 这个男人是传奇大盗斯科特 曾经是一名电器工程师 因为一场盗窃被抓进牢房 其实斯科特当年偷东西是为了劫富济贫 一家公司来来回回坑了客户几百万 斯科特黑镜系统把钱都如数还给了 那些客户也是伸张了一次正义 现在即将刑满释放 好机友来接他出狱 对他说别灰心 你马上就能东山再起 斯科特说我不会再干这些勾当了 我还要养我的心肝女儿呢 于是回到社区斯科特就开始 四处找工作 好不容易在冰淇淋店找到了一份工作 不过当老板得知他曾进过监狱 便敷衍地送上口头祝福 接着毫不犹豫地辞退了斯科特 另一边 皮姆博士接到了徒弟达伦的邀请 来到了自己曾经的公司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在这里 达伦向徒他介绍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 黄山战甲 人类穿上这种战甲能随时变小 成为蚁人 并炫耀说你不是藏着这个技术不告诉我吗 现在我研究出来了 你气不气 皮姆博士自然非常生气 然而达伦却不以为然 镜头转到悲催的斯科特这边 斯科特被前妻和女儿的继父催着要抚养费 斯科特深受刺激决定为了钱而铤而走险 和基友策划着去偷一个老头家里的保险柜 据说里面藏着很重要的东西 即使没有钱 里面的东西也一定很值钱 经过周密计划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他们决定行动 斯科特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一己之力打开了保险箱 发现里面只有一套衣服和一个头盔 他不能理解 但也还是把它们塞进包里 而整个行窃过程也是被摄像头记录下来 斯科特不懂这套怪异的衣服 为什么要放到保险柜里面去 于是他穿上了衣服 戴上了头盔 好奇地按下了手套上的按钮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变成了和蚂蚁一样大小的人 浴缸对他来说像是人在极地 一样的辽阔 此时有一个人对他千里传音 吓得他把腿就跑 过程中也差点被人一脚踩扁 一路逃亡的他受到撞击 终于恢复了正常人类的大小 吓坏了的斯科特决定把这套衣服送回去 不幸的是恰巧被警察逮了个阵阵 于是没开二度 他又进了监狱 第一个来探望他的 就是那个千里传音的皮姆博士 皮姆说你有两个选择 要么老底坐穿 要么和我做一件大事 成为你女儿心中的英雄 而他似乎也没得选答应了后者 于是皮姆博士派蚂蚁把那套衣服送到监狱 斯科特穿上他后变身成蚁人 从牢门轻松地跑了出去 监狱里乱作一团 狱警们都以为斯科特越狱了 而这是斯科特 正齐在一只长有翅膀的蚂蚁身上 飞到了博士家 博士对他说 二十年前我学会了如何 改变原子间距 这就是那件衣服的神奇之处 但他如果被坏人学会了 会有大麻烦 所以我没有公开过他 但我的徒弟很感兴趣 自己也研究出了属于自己的 微型战俘 我现在需要你去把黄山偷出来 要不然他把这项技术 卖给那些反对政府的人 我们国家乃至世界都将陷入麻烦 于是斯科特开始了 体能和技术上的训练 首先他要做到能在毫秒之间做到 放大缩小的随意切换 还有学会如何让蚂蚁听从指挥 某一天 斯科特摆弄着衣服上的调节器 他觉得这东西完全就是个累赘 博士说你千万别动难玩意 没有他你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在那里你会一直缩小 变成亚原子状态 永远也回不来了 博士交给了斯科特片头的两种小飞盘 在博士女儿的帮助下 斯科特终于学会了指挥蚂蚁 还手把手地传授了 一些近身搏击的技能 这天晚上 博士加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正是他的徒弟达伦 对他说你的公司明天有一笔大买卖 一天会卖出150亿美金 我希望你能亲眼见证 博士为了计划不被暴露只好口头答应 女儿得知达伦为了防止有人破坏 在公司所有的入口都安置了人体感测器 连通风口都不放过 斯科特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他打算从水管里进入大楼 不过需要有人去调节水压 还需要有人入侵系统破坏程序 还需要有人能接应 他认为要招兵买马了 斯科特的三个伙伴成功加入组织 虽然博士对他们完全没有信心 但是斯科特遗产顺利地 潜入了达伦的实验室 这时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动作早就被达伦猜到了 斯科特被困在了防护罩里面 斯科特拿出小飞盘打碎了防护罩冲了出来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愤怒的达伦穿上了黄山战甲 和身穿以人服的斯科特 来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打斗 两人从天上打到地下 从陌生人的后院打到了斯科特女儿的房间 斯厄卡特想要直接破坏黄山战衣 发现黄山的材料是钛合金 那么只有潜入分子间的缝隙才能进入黄山 来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斯科特把自己缩小到了亚原子状态 从内部摧毁了达伦的战衣 达伦的身体也被失控的黄山撕碎了 斯科特进入到了一片混沌的五维空间里 她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冥冥中听到了女儿的呼唤 斯科特突发奇想 她把蓝色消费盘扣在 以人服侍林的调节器上 奇迹在线 她迅速变大 并且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部影片对于 看惯了漫威精彩打斗的影迷来说 多少会不习惯 电影这次的反派太弱了 并没能带来很强的视觉感受 下一期视频我将给大家带来 以人2的电影解说